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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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得够不够肯定 有没有印证吗 连续三天踩低接的模式 它有没有强坛 礼拜五大涨330点 印证 而且过了之前的高点 所以后面还有一大段的台股 对今天盘中跌了127点 看码不变 当然要赶快低接 尾盘不是小跌15点吗 所以为什么台股后面还有一大段 除了月线翻阳助长之外 另外台股现阶段的一个架构 就如同道琼美国股市 当时7月19号的一个低档未接 当时道琼长黑回撤月线 月线翻阳助长 这要买 因为它还会在涨 就从这根长黑 涨了一段 量价没有失控的 道琼还会再上 涨完之后 也没有继续大涨 大涨完之后回档一天小跌而已 它会过前高 也没有印证 所以目前台股就在 道琼这个位阶而已 后面有没有一大段 既然还有一大段 今天跌了127点 不厌其烦的提醒你 还是要站在买方 赶快逢低成绩 所以这档圣达克低轨卫星的 基本面的分析 你看得很清楚吗 7月28号152.5 整理完刚突破 要买要低接 从152.5 来到波段高169.5 当天波段高有卖压不追 但是亚会低接 因为它还会在涨 它是做低轨卫星 毫米波最高接的一个技术 所以让它基本面往上走高 所以涨多的回档要会低接 涨多的一个上涨架构不追 常常提供给你一个操盘节奏性 你应该很清楚 就像上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 每天台股都有低点让你上车 连续讲了三天 任何一天你有操作的 你有低接的 礼拜五大涨33点 大家都赚钱 旧指数的概念是如此 旧个股的操作 同样 上礼拜四是最后的买点 大盘 当天还假跌破月线 你会不会吓得一跳 你每天有锁定我节目的 你不会吓得一跳 你会做得很猜 你敢低接啊 是不是 所以上礼拜四 最关键性的时刻 大家怕对岸要打过来嘛 对吧 你是不是怕皮皮刷 这个位置啊 上礼拜四啊 盘中是跌了231点了 利空压抑而已啊 利空一旦 秉除掉了 对 军演 不军演了嘛 他不演戏了嘛 他有没有强坦 礼拜五大涨300多点吗 所以整个一个台股的一个架构 给你的策略 上礼拜四 很多档股票是最后的买点 包括森达科低轨卫星的 153.5 要不要低接 要不要低接 7月28号刚突破152.5啊 打到153.5 又来到相对低档 关键性的转折 要低接 礼拜五呢 涨到163.5 今天再度的拉出一根中长红 来到170 创下波段新高 跟我低接的 是不是赢家 我需要在一档股票大涨的时候 摇旗呐喊告诉你 赶快去做追买的动作吗 看我的节目很过瘾 再次老师 敢告诉你一档股票 还没大涨以前 你要懂得低接啊 是不一样 落那时我邀请你上车 这就是我的操盘的一个积作性啊 这档中美青 你来看一下 每次给你买点 是不是低档 是不是下跌的过程 7月1号中美金 133.5 破断低点哦 收缴止跌 基本面新高 指标黄金交叉 这当然是要买 上去之后回档 135.5啊 缓步电高的一个中美金 回测低档 135 还是要低接嘛 上去之后 除息的4块半的一个中美金 又来到137啊 就是因为除息嘛 股价变便宜了 我说还会推升啊 因为低档区啊 底部啊 137还是要买 这个位置 买完之后 上去之后回档 又是137 上礼拜二二三四啊 趁力空低接中美金 连奖三天 对 138低风险的操作 上礼拜四 139有跌吗 上礼拜四的中美金 它就已经跌不下去了吗 你看不出所以然吗 我讲得那么清楚 你不想要有所动作吗 所以连续布局的一个中美金 礼拜五跳功大涨 149 涨无超过7% 这三天是买点 这低档区是买点 中美金啊 这长波段的一档 机油性的个股 不是短线的标的啊 股本将近61 细经元的指标性的个股 中美金啊 所以踩低接的模式 你所看到的是 礼拜五来到149 今天开低走高啊 来到151 还原全值呢 156 波段高 一百三十几块钱的一个中美金 我告诉你 逢低承接 今天还原均值156 波段新高 一张 秦老师提供给你计价 只有20块钱吗 你认为它就只有20块钱的空间吗 就从台股啊 它就只有大涨333点的空间吗 今天为什么可以开低走高 为什么 认同秦老师这个盘 还有一大段的中石户 法人 你知道有多少吗 把两点半的节目看完 对你未来操作一定有证明帮助 现在8月8号父亲节 在此跟全天下的一个爸爸 说一声父亲节快乐 未来之后的行情该怎么操作 不管是爸爸妈妈 也是同仁 你只要加入我行业的 我给你一个操作经营 非常的犀利 逢低层接逢高卖出的原则性 永远不会改变 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锁定我的节目 有价值啊 有营养啊 股票跌的时候 我敢邀请你上车 我敢带货员递接 其他分析师办得到吗 大部分都是涨上来摇旗呐喊 那不是这样 台胜科啊 7月15号 低档空间很大 158.5 161可以买 厂上去之后回档 你看清楚 7月19号它是跌啊 跌啊 一样啊 161在低阶啊 这时间交易都给你对过了嘛 跌的时候你敢买吗 什么是降低风险 什么是叫做降低成本 你有没有这样的投资概念 所以呢 跌的时候我带你再度的低阶 台胜科161 7月19号 你没有低阶的隔天 你敢追吗 变成176啊 161到176 两天 差了15块钱了 这样 事后看图说故事 当然知道 19号买161 比较漂亮啊 难道你要买 20号的176吗 难道你要买 22号的185吗 我说他要休息啊 这当然是卖点了 难道是买点吗 该买的位置161以下 很清楚 所以涨了24块钱的台胜科 来到185 我说他要休息啊 那真的休息耶 休息到上个礼拜二 来了 送问题来了 两岸关系的紧张 让台股压抑了三天 那三天多是机会 每天 苦口薄心的 告诉你低阶低阶再低阶 难道我告诉你 卖出卖出卖出 放空放空放空吗 我是这样做公平吗 我是这样协议员的吗 所以上礼拜二 台胜科161 送问题啊 又回来161嘛 连续三天都有161让你买 礼拜三礼拜四都是如此 礼拜四还来到160嘛 还是买啊 还是买啊 连买三天 是不是 礼拜五 大涨 来到173.5 今天呢 开低走高 来到174.5 所以整个台胜科 有机会过高 有机会过高啊 低档低机型的机油股啊 转折的卖点都在161 上去的卖点 希望你 要跟得 很轻松 好不好 那 7月15号底部苗田洗的一档机油股嘛 当天89.5有买 买了一笔还不够 上去之后回档92.6直接再加码 两笔单进场给你看了嘛 所以7月19号回到92.6以下 一样要低接啊 19号啊 平盘以下要会买 买了之后隔天20号马上就大涨 差一点亮灯啊 是不是19号低接 比较漂亮 难道你要看到20号 盘中快亮灯了 这个位置很好吗 这个位置很好 你就准备套牢 是不是 7月20号啊 你觉得很好嘛 涨了17%嘛 好像快亮灯了嘛 不追不行是不是 我说他要开始整理啊 还记得吗 所以他整一个整理波动 上礼拜四 来到月线支撑 上礼拜四是不是很关键 很多档个股 在大盘盘中跌了200多点 假跌破月线的同时 他把符合清洗得相当干净 那是买点不是卖点 看得懂看不懂 一来一往就是差那么多啊 所以上礼拜四的汗雷 回到91了 要不要吗 支撑耶 月线耶 跟大盘 你不一样 当天 你买到那种一个价位多赚钱啊 为什么 收盘95啊 就当天最高点嘛 要不要吗 礼拜五 涨到98.8 91到98 将近10%了啦 今天又开低走高 来到99块半 三根红黑棒 今天整量收到剩5000多张啊 量是不是说 感觉不漂亮对不对 他当然要补量 补量就会大涨 因为月线目前翻阳助长 所以未来行情 不想要如何掌握的 你可以加上新老师的LINE 小小组 Stock 178 或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我们把节目时间交换给婷娟 欢迎回到价值行投资 再把时间交给蔡老师 东哥 今天有没有高点让你卖 上礼拜五告诉你 量不太够的东哥 今天如果有上来 要懂得找卖点 县老师的一个分析 喜欢跟你讲在前面啊 提供给你买卖转车 对你操作有没有帮助 你要懂得闻香下嘛 能这样事先跟你预告 买卖点的分析师 绝对是少数 因为股票市场上赢家就是那么一滴滴的一个少数 不要想说28法则两成是赢家 没有啦 顶多是5% 金字塔顶端那5%的赢家 绝对是不一样的一个操盘 9月7月18号 东哥183买 209卖 这样一买一卖 第一趟26块钱落呆 当时候有没有跟你预告 买一点你家 有没有让你买 有没有让你买 191结尾啊 差了18块钱嘛 191结尾的一个东哥 又来到209前波高点附近 再卖一趟 很清楚的卖动作 两趟的操作 44块钱 没有错吧 所以209是我卖的一个位置 那上礼拜四 盘是 零门一角的一个买点 你要不要低接 我说上礼拜二 礼拜三礼拜四 同等的重要 任何一天啊 纵使你礼拜二礼拜三买也OK啊 都在相对低档 是不是 所以209卖掉的一个东哥 差了20块钱 又踩低接的模式 每一趟的一个操作 很清楚 我都拿出会员口讯 来跟你们对时对价 没有跟你老高 是不是 所以上礼拜四 189结回的东哥 礼拜五 涨到205 涨上去了嘛 我们告诉你 这个量是不够的啊 这个量是不够的啊 上来要会卖 上来要会卖 所以今天一个东哥按照规划嘛 9.03分 205以上卖 经过一分钟零四分 股价在207 你去对时对价 今天会员大概都成交在 205 206 207啊 应该大部分都成交在206附近啊 运气好一点卖207啊 所以205保证一定成交 提供给你操作经理 是上礼拜五啊 上来要会卖 量不够嘛 量不够嘛 是不是 所以整个东哥呢 就卖在上礼拜五的高点了 算不错啊 说实在的 上礼拜五 最高205 收盘203嘛 所以我今天卖在205以上 算不错啊 所以整个一个东哥 就从189 到今天205嘛 几天的时间而已 三天啊 礼拜四礼拜五 礼拜一嘛 三个交易日 累计的报酬率16块钱 这样一买一卖啊 买了十张 花你189万 三天16万落袋 有没有卖对 看收盘啊 收盘还是205 该卖就是要卖啊 钱老师会怕卖错吗 纵使卖错 只应转下一档而已啊 多头行情 不怕卖错 就怕你不会低阶乱追高啊 所以呢 三趟的报酬率 四次加这一次的一个16块钱嘛 是不是60块钱 60块钱嘛 没有错吧 是不是都低档去买 是不是都高档去买 这样不是很迷人吗 所以费费算什么 你是要很便宜的费费 很长的费期 然后赚不到钱的一个合作模式吗 金老师这边的一个超盘禁语 向来有依据 买卖点很清楚 三趟啊 平均一趟大概花你190万左右啊 你已经创造了60万的一个利润出来了 行情有那么难吗 会很困难 是因为你表象被大盘的指数 蒙蔽了未来看盘嘛 上礼拜 礼拜三礼拜四啊 每天在跌 对岸一直在恐恶你 他要军事演习 他要演给你看 他真的演给你看啊 演个两三天 他就不演了嘛 所以行情是不是如同我的预测 这个利空一旦被屏除掉了 啤酒压久了 手一放开就弹上去了嘛 弹了300多点 今天盘中跌了127点 还不低接啊 还不低接啊 等到行情就如同美国道琼 扶摇直上了 涨了一大段了 你才来问我说 哪一档可不可以追吗 这档雨智 营收成长100%的 上礼拜五形态刚突破 刚开始冲啊 网通的机油股啊 我买在73块半 时间交易跟你对过了 买完之后 有没有亮灯 有没有超过半根 今天雨智 创新高啊 兴奋吗 兴奋吗 今天10点10分的雨智 81附近卖 10点10分 股价在81.8 81.1 你去对时对价 今天 其实开低 感觉不太对啊 上去再下来 上去没办法过 9点50分的高点 我就卖了 我就卖了 时间交易你去对 保证一定卖得掉 趁老师的操盘节奏 有进有出 会给你买点 也会给你卖点 懂吗 所以两天 是不是刚好一根将近10% 你去用计算机算一算 从上礼拜我这个位置 73.5嘛 到今天81 刚好10% 多一点点了 那算不错了吧 乖 两天赚10%还不满足吗 我不会告诉你说 两天10% 那我们一个月 就10%乘以15% 150% 没这种事情啊 没有那回事啊 每天在过年 做股票 有赚有赔啊 怎么可能每天 都赚掌听板 怎么可能两天就赚10% 没有这样子 一戏自负的一个格局 在台股身上 纵使它是潜贴性市场 我只尽我所能 将我知道的事情 付诸在对会人的操作过程 能赚尽量赚啊 对 为什么要集中持股 为什么我给你股票 三档到五档就够了 你一套资金 你可以无限扩张你的档数吗 你敢有可能 你每天都买一档啊 如果买二十几几支股票 你怎么要赚钱 所以两天10% 资金当然会转进其他个股嘛 是不是 有没有卖对 有没有卖对 卖完还冲高 最高来到82.3 这边还有82.3 这边不卖 尾盘变73.1 会不会卖 秦老师是会带会卖股票的分析师 我讲的恩变了 你如果到现在只会每天 咳咳买 消息面的一个阴影 你忘记了吗 每天看报纸 每天看新闻 每天看手机 都跳出一些股票的一个讯息 你每一档都想买 哪一个界面提供给你一个消息是正确的 你不觉得秦老师 两点半的节目提供给你一个超盘节奏性 低进高出 那才是正确的一个超盘节奏吗 华虎 你看一下高档 41.7是我带你卖的 一样上礼拜四 杀到36.45 不杀低当然可以低接 不是吗 11.7的高点卖 36.45的一个低点 不杀低当然可以低接 礼拜五中长红 今天再度的拉出红黑棒 一样量不够 亚会卖 亚会卖 今天卖明天卖都是一样的 所以有卖掉一些持股 资金当然会转进一档新的标的 红城车用电子的 最新7月营收新高 8月10号之前都要公布7月的营收 哪些7月新高8月会更好 第三季会往上走高的机油股 你知道吗 车用电子当然是我今年度布局的重心 头肩底的形态来到一个整理末端 进场 进场 9点13分 蓬城基本面的分析 技术形态末端 186附近买 跟证一下166附近买 经过两分钟 15分吧 股价在165.5 你去对价 这一档蓬城本来是 高阶尊隆会员的持股 我今天还特别开放给 另外一个高阶的特会一起买 所以今天蓬城是 尊隆特会的会员一起买 一起发了抗讯13分 166买 经过两分钟在165.5 你去对价 全体的尊隆特会帮秦老师做见证 今天蓬城166保证应成交 保证一定买得到 买完之后盘中插一档亮灯 来到177 买个十张花里166万 今天现赚超过十万块钱 这一档圆态 相信从上礼拜四的买点 太重要了 回测月线买在184 买完之后来到188 礼拜五195 今天205 往上走高 未来强势肌股 不想要如果掌握 波段利润了 欢迎你加入龙家俊的行列 从明天开始 我们可以一起来对死对价 把节目时间交给林娟 好 非常感谢来遍 分享提醒官方朋友 老本公司所推荐分析 这个表达正确 我们当时才无论一关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投资 更应该足备探查 选择贷并且支付投资风险 也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 请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加入LINE 让您看得到也赚得到